哇 跟仙境一样 这跟直接挑战不一样 怎么样才能做好一个新村民 做一个新村民就是 好好的 做一个 如何做一个新村 首先我觉得 要了解这个地方 然后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 帮助各种各样的人 才是一个好村民 我特别支持新加入住 哇这么多家 我找哪一家 我新家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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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家在哪 这就是万个杰的 我没有 我没有 您在这里 我不能 你 不 不 我 这就是 那么厉害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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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甚啥都没有 哇 新村民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完成全部题目后 可拆开封条 瓦族的火塘每年 只能熄夜一次 旅游占百分之 萨拉百分之左右诗 瓦族民间吹奏乐 主要分为2006年5月 苍元 完成了 再玩一下自己的乐器 这里 我看到标志了 新村民001 我们就是入住的村民 还有人吹有几个 一星 你好 你好 这招是你在吹吗 对啊 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新村民 然后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袋子 你们可以把这个袋子打开 然后做一下考卷 然后把考卷做好了 可以交给我 你是张老师 我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在这边稍微做了一下瓦族的功课 那我们随意拿一个 都可以 这也是我们今后几天的工作袋 我的袋子在上面 你的袋子在上面 对 我拿下来吧 你们先做题吧 这个像是张老师 在考我们 瓦族中牛头是什么象征 这个在路上 这个路上 我们袁总刚刚给大家介绍了 实际上它是一个财富的象征 他说是财富 你写的是什么 我写的也是财富 恭喜他 对了 沙拉 是喝辣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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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正确答应应该是 约会的地方 底下产业在2018年 瓦旁村居民收入中的财富 然后将数据连接起来 我觉得产业可能排第二吧 不不不 排业应该排第三 第二应该是武功 我做了功课的 我来之前又做了很多功课的 你相信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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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解释的你说的 完成全部题目后 才可以拆开封条 这个封条是答案是吧 还不是答案 村广场 每天晚上八点会有打歌活动 想要更快融入当地生活 一定要去 好 谢谢 谢谢 八点 每天晚上八点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得去 感受一下 本次考试的正确答案 就藏在房间内 我们是要找答案吗 对 我给你每条线索 答案就在楼上 我现在明白了 好悔 他在我们不在的时候 他已经去过二楼了 家族新生应该就是财富 答对了 是不是 其实是差不多是这个 谢谢 好 我们来看看你谢谢薛迈的成果 谢谢薛迈的成果 谢谢薛迈的不用 有很多的法族和这个村子介绍 是的 甩发舞 我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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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